荣誼要請教老師 有關火龍果還有扁蝸牛的防治方法 他說有幾個義文 用百分之八十的聚乙犬 可視性粉漬 還不可以直接噴效面 還要用的皮疙 這種問題是接觸 它會死去 還是要吃才會死 以後要多久 安全採收器 又要多久 一般我們在用這個蝸牛 比較直接噴這個油 因為這種聚權 這種的東西 當然它是一個蚵子 台底下的一個蝸 這通常是拿來做一個蝸 想讓它吃 還是怎樣 這個蝸牛的效果上 一般來說是還不錯 所以通常是拿來這個蝸牛的時候 來用 這是一個對很多這種動物 其實也是一種比較有接觸性的毒藥 所以你在用這個蝸牛的時候 這種事料比較來幫你注意到 所以我們通常是用這個蝸牛 為什麼要用它 這種總是有一點點的毒性 所以我們直接噴 噴在這個地方 我們通常是比較不愛說 一個這個 算真的不太喜歡去用它 所以我們是比較沒有建議說 你用這個蝸牛去噴 噴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到 因為這個有時候 漏蕾 漏蕾這種的 這個讓我們很困難 所以你也可以去 當然你如果白掉 尤其如果漏蕾之後 漏蕾之後它白掉 白掉了 白掉在那個館上 我們就很困難 這個蝸牛這種 通常有一個這隻蝸牛 譬如說 它這個蝸牛在頭路的時候 這個通常是軟體動物 但是就是說很奇怪 這個蝸牛好像很特別喜歡 很喜歡這種的味道 所以有時候這個蝸牛算 他自己去吃這種東西 就是說他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這個就比較容易對這種蝸牛 或是這個蝸牛 所以一般我們是比較不說很推薦 所以現在很多我們在用這種蝸牛 都改用這個蝸牛 這個蝸牛 這種蝸牛比較少 所以蝸牛我們在用這個蝸牛 因為 像我們在水產裡面來說 我們也是盡量可以去用這個蝸牛 正常是用這個耐克羅 耐克羅 他可能就是說他會自食 但是他會有一個龍頭 所以如果蝸牛 應該是會用到拒權 這種的東西 但是蝸牛 我們現在就是說 這個有這個蝸牛 蝸牛的毒性 就是說我們為蝸牛 蝸牛 不太好 所以呢 我們蝸牛 去用這個蝸牛 所以 所謂粉劑這種的一個東西 好像我是比較少去看到 所以 是不是說 在這個應用 我們盡量 就是說 他有可能 這種蝸牛 比較不太好 所以 他可能把他做一種 油粒肉 或一種的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做一種油粒肉 做一種油粒肉 就是我們在炮的時候 會稍微安全一點點 所以 你如果說 要用這個去炮 要把它噴 這個是不是 這個 我不會用過 所以 因為對這種東西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給他討厭 所以呢 一般是 比較少 比較少去跟他 用這種的這個 這個油 所以多數我都是 比如說 用這個 蝸牛 去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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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不會背 有時候對這個東西 比較敏感 所以可能比較不愛 我是覺得說 像 這種的這個油 我們在應用的時候 就是說 嗯 我是覺得 露雷 有的是 軟體動物的一個部分 有的人 會用 一種 都會用一種 阿拔町 並說 如果在張町 有的時候 我們會拿一些 阿拔町 去噴 這個阿拔町 當然 他不是專門在討厭 的 所以 這個 我們看到 在應用的時候 的 度數 不是說 這個阿拔町 我們可能是做其他油 的時候 在用 阿拔町 我們把這個浪土 如果是有看 那些浪土 的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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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種你擲擲的 他的油 擲到這個爐蕾 尤其你 油裡面 這個油裡面 通常都有一些斬酌劑 那斬酌劑通常會去把他收 去把他用到 但是他還有一個一定的油 所以這可能給朋友 可以稍微知道 這個最主要 最主要是一種的應用 就是說噴蕾蕾的 你用這個聚全這種的 我們在噴蕾蕾 一般來說是比較不喜歡 比較不喜歡 大致上是這種 但是你如果是說 用他粒子 在透露的這種 這用粒子 他又變得很安全 當然他可以噴蕾 可以這樣用 只是說 比較少這樣來 做修容 所以 這是不是在這個應用上 可能說 要用鴿蕾 或者什麼 這些豆腐 沒有用過 確實也沒有這種的經驗 因為 我覺得這個應用 稍微有一點點危險性 但是 這個比較危險性的 這個東西 我們就比較不喜歡 來使用 這個原因 是在這個地方 目前對於軟體動物 我們在營養的時候 大概就是有兩隻油 就是 一種 成分叫耐克羅 耐克羅的原理 是不一樣 耐克羅是 你噴下去 它會讓水裡 滋入空氣 所以 一些裡面 如果是 營養 但是 那是在水裡 有效 反正你 就沒法理 所以一般來說 是聚與權 聚與權的 德手 它有在來應用 聚與權 這些東西 可能 在應用上 如果是 比較容易 算 它會去吃 通常是做 右殺的部分 更會更好 所以 你說這個 安全採收期 還是什麼 我們就比較不了解 因為 這個 真的 是用 這個 這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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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 的 方式 所以 我們可能也沒有 很了解 所以 通常 它在 在應用的時候 到底 它的一個 安全採收期 是有多高 一般 就是 因為 這個 聚與權 可能 其實座物的殘留 因為我們實在 不知道 是幾天 但是 這個 在應用的時候 我們 得到 看起來 比如說 這個 因為 它 無法滲透 它是 一個 接觸性 的 藥 所以 在政府的殘留 的 風險 並沒有說 很高 所以 我們在應用的動感 應該是 還可以 所以目前 是不是有什麼 容許 因為很少人拿這個 去噴 所以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 在印象裡面 這個東西 並不一定 安全的容許量 因為 都通常是 放入這個 甚至說 直接去用 作物的 本身 因為是接觸性的 這些東西 沒有噴到 事實上 也沒有說效果很好 所以我來說 我們要遺憾 這個 要遺憾 這些東西 的時候 就是說 在 樓庫 這個 樓庫 我們要先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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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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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做這些 但是 我個人 是 平常 你可能 用一些 蚵子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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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應該 比較要防止 它把它拿出來 不然 這很難 這個 一個樓庫 它現在就把它拿出來 所以這應該是這樣 這種 這個 藥 它是 接觸性 就是說 通常你接觸到 它的身體 吸收 吸收 它通常就會死 但是這個東西 是沒有辦法 製造物的 這體來移性 這讓我們注意的朋友 少了解一下 但是 基本上用品 這個樓庫 不然個人 人為 婆婆 有時候 這個樓庫 沒話說 太好 這個原因 是在這個地方